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9月21号晚间的百隔大事迹 消毒喷雾枪和纳米喷雾枪越来越受欢迎 一些商家使用它对物品进行消毒以防止冠病 甚至会喷洒在顾客身上 但如今 卫生部对消毒喷雾枪的使用方式给予了提醒 卫生总监诺西山发文告警告 纳米喷雾所使用的消毒溶液用于消毒环境表面 不适合直接用于人体 同时也不能够取代以手动方式消毒表面 另外 部分消毒溶液会刺激眼睛 皮肤 呼吸道 甚至是消化系统 总监也指出 纳米喷雾的消毒功效 取决于该工具是否能够在物件表面产生均匀喷雾能力 使用的消毒溶液类型及浓度 以及暴露时间长短等等因素 继佛罗交易之后 云顶高原将成为下一个实施旅游泡泡的地方 至于什么时候会开放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南希苏克利今天就宣布 四方部长级关闭会议已经同意在10月1号开放云顶 马六甲和刁曼岛三个旅游景点 但最终决定还需要经过疫情管理特委会会议定夺之后 再由首相宣布 南希苏克利也说 由于马六甲并非岛屿 范围较为宽广 所以也将会提成相关SOP 但他没有透露 马六甲内的哪个特定地点将会开放旅行 而国防部高级部长 七上穆丁也指出 四方部长级关闭会议已经同意 全国所有阶段的游战14和便利商店营业时间 可以统一从早上的6点至5月12点 除了加强行动管制令的地区 但是落实日期还有待首相确定 他也透露 政府目前还没有计划允许全国跨州 因为疫情传播风险依然存在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达基尤丁 昨天在国会指 击打日来风山洪引发水灾事故是上苍所为 引来共产党主席安华的批评 来到今天 安华再度针对此事发文告指出 经过他详细研究了有关地区 发现日来风并没有在 乌鲁木达森林永久保护区内 直言达基尤丁的言论不准确 而且具有误导性 安华也促行有关当局 彻查是否出现非法伐木活动 同时促行负责的部长认真监督情况 停止滥用命运的概念 因为主要原因源自于人类的贪婪 反探会昨天逮捕三名涉嫌盗窃 六百万美元现金证物的自家官员 入查 不过反探会没有说明案件详情 引起了争议 针对此事 共产党班底谷区国会议员 发明今天就敦错警方借路调查 同时促请反探会主席 阿湛巴基必须就此事告假 以确保该案件调查 不受到干预 五 perkara ataupun lima seksyen dalam kanun kesiksaan yang seharusnya disiasat bukan oleh SPRM tapi oleh polis diraja Malaysia maka saya berpandangan dan saya percaya ramai ahli-ahli parlimen berpandangan sedemikian iaitu pada waktu ini ketua pesuruh jaya pesuruhan 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perlu merehatkan diri perlu he should go on garden leaf untuk memastikan tidak ada sebarang unsur ataupun kita mahu integriti proses siasatan itu berjalan dengan baik Fahmi表示 警方不必等到 接获民众投报 才展开调查 而是现在就可以 主动调查 这起案件 Fahmi也向 议长办公室 提成动意 要求 不会对此事 进行辩论 最后来关注 有超过50% 18岁至30岁的女性 表示 曾经被性骚扰 智利于政治研究中心 和妇女行动协会 进行的调查 发现 有高达44%的受访女性 曾经有过 老师开心挑逗 笑话的经历 不仅如此 有68%的女性 接受调查时指出 她们在夜间驾驶时 会感到危险 只有15%的人 觉得安全 大约30%的女性 常在社交媒体上 收到不必要的信讯息 41%的人 曾收过至少一次 这样的信息 而调查结果认为 每道问题都应该让 领导者和男性群体 大开眼界 显示大马 在努力朝向 先进国家的过程当中 只是获得高收入 是不足够的 女性安全课题 也应该被关注 那么今天的 百格大时机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 支持百格 点赞